国产新型四幕夜视仪,我国一直坚持着对夜视仪的研究,并且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最近,就爆出一组新型的夜视仪,不仅,外形十分酷炫科幻,强大功能更是令人惊叹。 军事报道栏目报道,了海军蛟龙突击队,使用新型全景夜视仪进行演习,演习中亮相的新式夜视仪是一种四幕全景式夜视仪,外观与美军的GPNV-118非常相似,国产四幕夜视仪与头盔结合后的整体外观,四个目镜让它具有了革命性的120度超宽市场。 国产四幕夜视仪,可以让使用者,获得比双幕和单幕夜视仪多得多的视野内容,外形也很科幻,但是与这款夜视仪搭配的战斗头盔却非常掉下,竟然是临时使用直升机飞行员的头盔。 从图片中可以看出,雨夜视仪搭配的明显是一款有绿光镜保护盖的飞行头盔,与单兵战斗头盔相比,飞行员头盔的构造更复杂,重量更大。 我国研发成功的这款新型全景头盔是昼夜通用夜视仪,并且还是昼夜通用,装备还以后,我军夜战将如虎添翼,就互联网上首次曝光了一款国产新型全景头盔是昼夜通用夜视仪的照片, 由于此前解放军并未装备这类夜视仪,所以照片中的这种夜视仪,很有可能,是国内军工厂家生产的样机,四幕夜视仪,其学名为全景夜视仪,普通双幕夜视仪的市场45度左右,而这类夜视仪的市场,则在120度,几乎接近了正常人眼观察事物的范围,装备了这种夜视仪的士兵, 在进入不杂战场,时可以快速扫描周围环境,有效提升战场感知能力,以美国的GPNV118位力,由于采用了四目镜设计造成重量比较大,再加上额外的电池配件,总重量差不多有两公斤,所以需要专门在头盔正前方,两侧设计支撑架来固定,外挂式固定支架与夜视仪搭配,国产四幕夜视仪成功研发, 让我们见识到了中国军工方的厉害之处,虽然这款夜视仪离解放军真正大规模采购成为制式装备,无论是技术上,还是流程上,可能都有很长的路要走,希望他们能早日研发出更高科技的新型武器,更好的保障我们祖国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也让世界见识到中国的真正力量。